各位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鸽舍里面的小鸽子 我感觉它们有一点不适应 我怕它们吐蚀 少吃一点 哎呀 凶的不得了 产生应激真的 有的小鸽子到鸽舍是这样的 产生应激吐蚀 它吃的饱饱的我给它拿过来 它来到这边找不到水源也不知道啥回事 吐蚀 刚才也看它 不知道吃的 马上就有开家的喽 飞来飞去 其实开家之前是要饿的 饿个两天最好 也不能饿狠 饿狠的话你等一下 猫地虫又操了 我饿它们两三天饿的是啥吧 每天给它们少吃一点点 我让它亲人 让它出去之后 哇我刚才好像忘了吹口哨 我这两天天天吹口哨 喂一点点 弄到吃吧 来来来来 一开始见到我还是有点怕的啊 少吃一点 都要听我的话 它们就是专门打球赛的鸽子了 饿狠了还有绿变 谁拉的 有的抢不到食物 这样开家它们飞不远的 你看一吹口哨拼命的往家 往家赶 这个又吃多了 这个还没吃到 搞不好绿变就是这个白羽毛的拉的 给 它就小的最小 抢又抢不过 你看又跑掉了 来来来来 但能飞的 你看抢又抢不过了 你看来开 非要在那里面吃吗 还有的鸽子更可怜 我都不好意思讲 它找不到水源 它看到 别的鸽子拉的那个水变一样的 它去 捉那个水变 哎呀我一看到我心痛痴我就抓紧时间拿到那个头探进去啊 有的鸽子是笨蛋 真的 现在这两天吃食 方面开始 好很多了 之前躲在角落里面傻傻的站在那里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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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痒痒呢 饿了 摸一下肚子 不能吃太多 准备给你们开家 还行 有的小鸽子 有的小鸽子傻傻的就蹲在那个角落那里 喂食的时候不敢靠近我 这两天每天稍微一点稍微一点 胆子都大起来了 要均衡的来吃 小鸽子很烦的就这个哎呀 我抓来看一下